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是礼拜三 又有一周一次的疫情记者会 最近为了这个普筛的议题 两位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跟叶金川 是杠上了陈时中 杨志良就呛说 这个人家德国等等的国家都在普筛 难道他们都是傻瓜吗 这个例子 德国的例子不讲还好 一讲马上就被打脸了 因为德国入境普筛才做了两个星期 现在就考虑要喊咖了 我们等一下来听听阿中部长的最新说法 另外来看到的是 最近占尽新闻版面狂刷存在感的前总统马英手 一连好几天是对蔡总统来呛吓 今天又说当总统的人 千万不能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 苏贞昌苏院长一听到 是马上拿赤壁之战这样的故事来反击 谈到这个开火的战争 马英九说中共首战及中战 美国是不会来救援的 人家AIT友昨天直接在脸书上 PO出了三张的照片 证明台美安全合作的关系 是正在加强当中 另外来看到的是不甩中国欺压 台湾在外交前线是不断的传来捷报 不止月底捷克议长要来台湾访问 我们在南法也要新设一个办事处 外交前线非常的热闹 最后要来关注到的是 柯文哲领军的民众党 今年是疯狂打选战 不过真的选得不理想 保证金被没收 惨赔了上千万 柯文哲的光环难道已经消失了吗 稍后我们邀请五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的第一位 我们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主持人大家好 再来是我左手边 我们欢迎到的是 国民党高雄议员黄绍婷 黄绍婷好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 台湾世代智库副执行长陈冠婷 主持人好大家好 等一下还会有民进党的 台北新议员简书培 跟新北新议员郑宇恩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赶快来看 最近为了到底要不要普筛 真的这个学术界跟政坛 是吵得沸沸扬扬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质疑 为什么台湾不做普筛呢 人家德国等等的国家都在做 难道这些国家通通都是傻瓜吗 话才刚讲完 德国就说考虑要把普筛给喊咖了 来看一下完整的报道 经过漫长飞行 民众拖热行李等待入境普筛 德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目前确诊人数突破23万 其中有9000多人死亡 为了严堵病毒蔓延 德国开始对高风险国家的入境者 进行筛检 没想到才两周时间就决定喊停 德国决定改采入境 隔离14天政策 要把检测能量留给养老院和医院 反观国内近日在彰化卫生局的 筛检事件推波之下 前卫生署长叶金川和杨志良 都跳出来质疑 难道全面普筛都是傻瓜吗 网络上民音力量粉丝团 做梗图发文 放上杨志良和叶金川 先前说了话来打脸 不少网友也在下面留言怒呛 国民党就是想尽办法 让台湾医疗崩溃 真怀疑这两个前署长 是如何拿到学位的 只要是国民党脑袋就坏掉 网友算度破表 本来塞完了就需要隔离嘛 我们从来没有说塞完了不隔离啊 我有这样说塞完就不隔离吗 我有这样说吗 没有啊 但是想不懂那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做的好的人 要去学做失败的情况 那不可能嘛 那台湾有需要去冒这个险 网友打脸杨志良没收回炮火 持续开杠 说假如有一天 我们的内部也发生 像韩国这样的事情 你能够保证吗 所以能够保证 陈志东能够保证吗 蔡英文总统能够保证吗 如果像那样的时候 你要不要普筛 现在说要普筛还是动 那时候的普筛 那个时候普筛 但是要准备啊 改喊入境普筛这事不是现在来回避 打脸说 好 因为这个彰化线 抢先裁剪的事 所以后来引发了一连串 大家都在讨论啊 到底台湾要不要来普筛呢 我们来看到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他真的很呛哦 他就说啊 为什么台湾不入境普筛 难道其他有做的国家 包括德国在内通通都是傻瓜吗 我们要来请教书培议员的事啦 人家德国昨天讲了 德国联邦政府实施入境普筛 是严重的错误 这句话是谁讲的 是德国的汉堡市长讲的 好 在请教这个书培议员评论之前 我们来看到是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 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的情形 参加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那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副指挥官跟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召集人 同时在指挥官的左手以及右手册 那另外出席的还有 我们社区防治组的 莊祥莊组长兼发言人以及我 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情形 各位记者 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也先宣布 就是叫一个低风险跟中低风险的国家 那当然在低风险里面增加了斯里兰卡诺鲁 中低文摩里西斯 相对这些人口相对是比较少 那但是比较大的就是从韩国 我们把他从中低风险的国家就移除 就移除 因为近来韩国的疫情看起来新增的 病例逐渐在增加 看起来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韩国本身也对于他境内的防疫相关的措施 也都持续在紧缩中 所以看起来在未来的发展 会朝向比较一个 建区比较多的病例的情况 所以就把韩国从中低风险国家移除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大概有几个 大概是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8月24号那时候有一个在中国上海 这边到报告出的一个到本国到上海被验出的一个案例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今天有一位菲律宾 菲律宾的30多岁的女性 她在8月25号我们接到她透过IHR来跟我们通知说 有一个阳性的无症状的感染的个案 那相关的一些 我们的相关的疫调 也相关的在台湾的一些接触者 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调查 那另外根据这段时间大家所观察 我们还是对这样整体在防疫的一些相关的作为 做了一些检讨 基本上对于在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者 的一个外出就医 或外出的情形 我们觉得就是说 有更加稍微严谨一点的做法 所以我们大概决定 对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 外出就医因为有相关的症状 而外出就医时 那就必须呢 要搭乘防疫计程车 或者有卫生区安排救护车 等等这样的一个比较严谨的做法来进行 那相关的这些作为也跟各地方政府 各地方的卫生局也已经通知他们 所以就过来在居检中或居隔中 因为有相关的症状 我们还指说有症状者相关的症状 那需要外出就医的时候 那必须透过卫生局 安排防疫计程车或者相关的救 救护车在这样一个比较严谨的做法里面 到医院去就医 然后这段时间 整个在口罩 口罩这样的一个到底是不是要 做更严格的一个规定 那基本上指挥中心大概分做几个层次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定 第一个我们大概就是说 地方政府如果再觉得在当地他的管制 有必须有加强的必要 那针对我们所讲的八大的场合 他们可以去公告要强制戴口罩 那如果当然是强制的时候就会变成 没有的话就要根据相关的规定与处分 那但是呢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公告跟规定 就要先报到指挥中心来 报到指挥中心来让我们能够掌控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在中央这边 如果觉得就是说全国的疫情 或是某一些地方 某一些现实的疫情 是比较紧迫的 那我们也会公告 就是说相对的地方 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强制戴口罩 我认为是地方政府 那我们的范围还是在这个八大的场所里面 一个是由中央直接的主动的来公告 相关的一些强制的作为 那另外一方面也授权地方就地方的需要 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强制的方式 但都必须要报到指挥中心来 那他做了一个 八大区域当然仍然是 就健康照护机构 大众运输 卖场市集教育学习场所 大型的活动 娱乐场所 宗教场所 近年竞赛的一个场所 那目前中央我们现在维持的政策还是劝导 还是劝导 那地方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强制作为 那未来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宣布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副长好 信传媒提问 第一题想要先请教 捷克参访团将有90人来台 那指挥中心之前有提到将会依美日团来台的防疫规格处理 并提到入境后的裁检时间 锁住旅馆也会有确切的规范 那是否能够进一步说明这些防疫细节措施 那这次双方又会有哪些医疗上的合作 第二题如果秋冬流感和疫情同时发生 指挥中心有核心的防疫措施 那如何从发烧病人中筛出是流感或是新冠肺炎 那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数量是否充足 是否会再增加 谢谢 两个有关于在捷克团 这是一个在国会外交的意义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里面在一个经贸 在经贸上面会谈的比较多 那当然我也会出席一些相关的活动 跟他们相关的人交换一下防疫的心得 那至于在整体来讲 因为这是人数比较多 跟在美国或者日本 这样的一个外交泡泡 显然又多了一个商业的泡泡 所以我们也相当的谨慎 对于每一个要去访问的点或是他居住的区域 其实都在我们指挥中心跟外交部经济部等等相关的 部会都一再检视 相关的一些路径出入 还有一些像使用厕所一些的规定 我们都仔细的检视过 那防疫医师也就着相关需要的一些人员 也进行一些相关的训练 那在昨天有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当然给说说要来参加的 就是说有参加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团体 那到底他们那边坐 让他们也直接提出他们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比较多的是有大概有一两家公司 大概觉得就是说场地比较小 那是不是这样适合 那我们也大概经过研判 我们请就是说防疫医师再去看过一次 那也许如果是动线没有办法区隔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没有办法区隔非常清楚 那就要停止 然后第一个就有关于在事后的消毒 因为有一些大的像我们的故宫相对就是 因为是已经有做过这样的经验 而且经常的在管内的一个消毒 都自己能够做得非常好 而且相关的地点有它的一个机密性 或是报藏我们的文物的必要性 所以那消毒当然是由他们单位来做 但我们建议就是说其他的单位 有一些我们担心在整个在消毒上面 是不是能够做得好 所以我们建议微消部不是来外包一个公司 统一的来做 或者建议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请国防部的 的化学兵来做帮忙 那这样的一个术后的消毒 就能够做得比较规格化 那大家也会比较放心 那等等的相关每一个路线 我们都有检视过 那希望他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那至于在秋冬的时候 当然在流感我们利新市流感当然都已经是 购买都已经采购完毕 那今天还是买的是六百万剂嘛 六百零四万 差不多就是六百万剂等于是百分之二十五的 人口 那未来还有一些是自费的疫苗 那在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基本上在流感上面 已经能够达成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 那当然对于有相关的感冒的症状 那我们会随时来修订我们的这些通则 给医生们能够更有一些可靠的 或是一些我们的一些提供的相关的一些做法 让医生可以参考 能够帮我们在第一线守得更好 能够保障我们病人的健康 台市提问想问一下说 那个部长有看过 张化跟台大公委那个万人血清的那个报告吗 然后另外就是说 因为台大明天他们要公布 那听说那个庄副是有要去 是刚刚才临时接到这个邀请吗 然后另外这算是三方大和解吗 谢谢 这第一个在没有所谓的一个 和解不和解的一个情况 我记得我们在指挥中心对万人血清的裁减 我们当然是有一些的预测的看法 但我也一再祝他成功了 那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和解不和解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上面我也希望就因为本来 就这事情本来也就是让他就是很早就不断的在讲这个议题 那也是宣布8月25号他们要来公布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临时没有公布 那我想会引发社会更多的一些揣测 更不必要的一些 就是一些误解出来 所以我也公开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自己 来公布 那毕竟一个 一个研究或调查的结果 那是由执行者本身来讲 才具有 就是说整个的背景方法才能够清楚 那至于在前几天他们有 交了一份基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些松木制给我 那我认为这不适合由我这边来讲 因为我对于他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过程整个都不了解 规模对象 整个都没有 所以我还是呼吁有调查者 自己把这事情讲清楚 让这样的争议能够见到最低 那指挥官凤凰卫视提问 想要问一下关于那个台人到上海去 然后呈现为阳性 他本来是在这边检验的时候是阴性 那后来呈现阳性 有掌握到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 关于那个所有境外生可以入境呢 预估大概有上万人 但是现在有学校反映说包括检疫的旅馆 数量可能不足以及价格突然涨价的情况 那个指挥这边中心有掌握吗 有关上海这个个案 他是在8月15号从台湾出境到上海 那在上海的一採是阴性 所以不是在台湾验的 他是在上海验的 但是他在8月21号 有出现这个喉咙痛的症状 所以22号他们又採检了检验为阳性 所以他等于是在上海跟这个台湾 他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六七天左右 所以到底他在台湾上海感染的几率是一半一半 所以到底怎么感染目前并不清楚 好那至于在检疫旅馆 我们听到其实今天一周一次 都是由陈时中部长亲自来主持 不过最近这个部长应该是压力很大 因为为了这个到底要不要普筛 被盯得满头包 尤其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还有叶金川 真的是这个炮火相当猛烈 就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到现在 都还不入境普筛呢 难道其他像是德国有做的国家 他们通通是傻瓜吗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这个舒培议员 到底德国是不是傻瓜 因为他们做了两个星期 现在已经说要喊咖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政策应该都是专家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专家 都不会是笨蛋 所以他们当时在做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评估跟有一些评量 他们才去这么做 不过做了之后的效果 看来就是不好 对 才做两个礼拜嘛 对 没错 所以德国汉堡的市长就觉得 他们的这个路径的普筛这个政策 其实是失败的 所以导致他们有社区感染 而且感染的人数越来越高 包含冰岛的状况也是 冰岛是从6月15号开始实施 路径的全部筛检 结果6月15号到28号 总共冰岛有30个确诊病例 其中5个是本土病例 其中三个是不明来由 所以从这两个国家的案例 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路径的普筛 它的伟阴性伟阳性这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去了解 但如果它是伟阴性 到了社区里面 它就有造成社区感染的风险 那如果它是伟阳性 其实陈时中部长一直告诉我们 如果是伟阳性 其实对我们的医疗体系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怎么讲 伟阳性 比如说我查到了一个路径者 它可能是阳性 那包含接触过服务 它的所有的机组人员 全部都要隔离 包含就要开始把它隔离 在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里面 去解释它 那这对于我们 包含这个航空公司的压力 包含我们的医疗的负担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但我要这样子讲 就是说 包含叶金川 包含这个 杨志良 杨志良 两位前书长 我觉得一句话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我觉得你可以给建议 但你不用把话讲得那么辣 就算是侯友宜 侯友宜当时 这个侯友宜新北市市长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 在实施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就有建议中央说 我们是不是用口罩 来用实名制的时候来发放 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买到口罩 好的建议 中央听到 我们经过评估 慢慢的去推出 因为政客要做的时候 总是要有时间 而且还有整个配套 就是必须要配套好 才有办法去做 所以我包含杨志良 包含叶金川 我认为两位前部长 都是专家 但你们要做这个政策之前 不用用讲话这么辣 来刺激 来造成社会的对立 好像说 陈时中如果做不普筛 好像就是对台湾人健康不在意 其实也不是啊 包含李秉莹 李教授也讲了啊 这个 这个公卫的专家 其实对病毒的了解 其实不一定有足够的了解 这个小额科医师 对于病毒的反反复复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公卫的政策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防疫的政策里面 就必须要有公卫的专家 也必须要有小额科的专家 必须要有行政体系的专家 一起来讨论 我们的防疫体系才会做好 而不是讲辣 不是 谁说得险 谁就对了 谁说得险 我们就要照一做 我还讲 讲很简单 如果错了怎么办 如果错了 如果造成了社区的感染 像冰岛一样 像德国一样 我告诉你 不分蓝绿 不分种族 不分年纪 每一个人都惨了 我们现在很开心 每一个人都报复性理由 包含 我这个礼拜一啊 只是为了要去宜蘭拿一个东西 我不开玩笑 本来来回应该两个小时 就可以来回 我开车开了四个小时 开车哦 就是国道五号这样来回 开了四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对台湾 现在的环境非常安心 大家都出去旅游了 如果有一个意外 听了叶金川 或者是听了这些 前部长的一个建议之后 我们放松了 开始出去旅游 开始这个有社区感染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 所有现在的生活 全部都要打消了 那我觉得这付出去的成本 非常大 但我还是要再讲 专业不能有傲慢 你是专业 你还会有更专业的人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专家 都应该坐下来 互相把你自己的意见提出来 但你也要听进去 别的专家的意见 来去修正 防疫这件事情 是不分任何一个党派 不分任何一个族群 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拿来开玩笑 真的 防疫呢 虽然必须我们要仰赖专业 但是也不是说 谁讲的比较辣 就谁是对的嘛 接下来请到这个少庭议员啦 因为杨志良这个前署长 他讲的这一番傻瓜说 这个话其实 马上就被德国例子打脸了嘛 那陈时中也很无奈 他就说 像我们这么做的好的人 要去学失败的人 他真的不太懂 这个逻辑跟道理啦 那因为之前啊 国民党听说啦 要串联14个县市也要一起来普筛 到底现在这个计划还有没有要来执行啊 首先我要讲 其实 现在全球就是这个疫情 但是各国的情况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欧美国家 大家知道他们每个国家境内 案例都很多 有的是上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所以他们其实主要的患者都是在境内嘛 所以像德国他们可能啦 我觉得刚才苏培讲的很好 专家决定嘛 如果说德国境内有那么多的 这个感染的人 他可能把他的医疗资源 这么有限就先用在境内 那其实反光我们台湾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 从三月到现在控制的非常好 这的确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尤其是防疫指挥中心啊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是 从境外进来的我们会紧张啊 我们境内反而是非常的安全哦 你看我们也没有社区感染 然后本土病例已经一百多天都没有了 但是境外进来的 我们却是非常的严正以待 所以为什么最近大家会开始讨论说 境外来普筛 就是你路径的普筛是不是就那么重要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嘛 因为主要是说 整个防疫的策略 做滚动式的一个讨论 对全民才是最好的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到底 德国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那冰岛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我觉得台湾需要怎么做 才比较重要 每个国家状况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回到我们那个叶局长 我们这个彰化 这个卫生局长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想一想 他是真的把一个 无症状的一个患者 把他给找出来了 想一想 如果他真的居家隔离14天 然后真的乖乖的在里面 但是14天后出去 结果他是阳性的 没有人知道 那这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潜在的 开始去传染 所以说我觉得说 叶局长做这件事情 至少他帮大家找了一个 可能会出现的破口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倒认为说 其实整个防疫中央地方一致性的话 那我们做滚动式的检讨 这样中央就来说 不然这样子嘛 那到底像这个十几岁 这一个小朋友 是从美国回来的嘛 那是不是入境的 我们想一个方法 来看怎么样预防 他会这个真的以后 没有抓到 而变成是一个破口 回过来讲一件事 我觉得最近还有大家谈到说 到底伟阳性的比例有多高 那我现在 昨天防疫中心讲的是 大概有5%那么高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 我是不知道要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要做到 既然要变成我们那个政策面的依据的话 一定要很精准的一个报告比较好 怎么说呢 大家想想看 如果伟阳性是5% 那请问一下 我们从3月到现在 全台湾所筛减的8万个例子里面 5%是多少 4000人 等于我们应该要检验出 4000个伟阳性 但是却没有 那张化的叶局长 叶燕博 他塞了1500个 这都属于高风险的了 高风险他做精准的检测 1500个人也才塞到一个阳性 所以我才讲说 我觉得我们这都讨论过程 我只是建议说 如果大家民众最担心的是 有无症状的人的患者在地方趴趴走 那是不是我们就要检讨一下 我们怎么样对于这些路径的这些 每天三五千人进来的人 要不要做一个筛检 我最后补充一点 其实7月26号开始 我们对于菲律宾入境的人 已经全面筛检了 对 就针对菲律宾这个国家 那为什么是菲律宾 那我请问一下 那印尼来的会不会危险 那其他国家来的会不会危险 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指挥中心 我们陈时中指挥官 你应该还要去检讨一下 到底我们对于 要入境的这一些人 到底要用什么样一个新的措施 这样人民才会比较放心 好 其实我们台湾 从3月到现在 我们防疫做得这么好 却有些人一直要台湾 去学其他国家 这个逻辑跟道理 真的蛮难理解的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来请教一下红鹿委员 本来节目现场 这两天大家也很关注的 就是彰化线这个 万人血清抗体的检测报告 原本说这个8月25号 就是昨天就要来开一场 这个其中报告的记者说明会 但是吴玉景突然就喊咖 主持计划的教授詹长泉就说啦 因为行政作业来不及 所以先临时先停办了 好 那昨天跟今天 阿中部长的态度就说啦 如果有不能公布的理由 也请台大一定要对外来清楚说明 好 不过刚才收到了最新消息 是明天早上10点钟 好 这份报告就会来公布的 好 这是刚才所收到的讯息 好 回过头来 我们想来请教这个红鹿委员的是 大家一直在吵这个普筛嘛 因为两位前卫生署长非常的坚持 但是陈时中也讲啦 普筛喔 在台湾来讲 我们怕的是卫阴性啪啪造啦 卫阳性浪费医疗资源 这个部分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喔 我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一句话 跟所有病毒喔 是不分你是支持谁的 或你是男女老幼的 病毒只是有机会 他就会感染你 因为为什么呢 他也要活 他只有找到宿主 他才能活下去嘛 所以病毒也是 他自己也是一个生命 他就是要这样 他没有在看颜色的啦 对 他没有 都完全没有颜色 连你是漂亮的或是帅的 他也不分 就是他只要有宿主 他就进攻啦 那他才能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不是你们这个学派之争 不是说谁对谁错什么 不是在做研究 不是在这个 不是说我以前当过部长 当过署长 然后我好像很有经验 然后我就来讲 然后我要话讲得更大声 然后就要更有用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没有像我张宏路一样 有真正在第一线 做过防疫的工作 因为为什么呢 2003年的时候SARS的时候 我就是台北县的民政局长 整个居家隔离 就是我们用的啊 整个全台湾那时候SARS的 第一套居家隔离手册 就是我们台北县政府 民政局 从无到有 对 就是我们写出来的 所以啊 不是说你有经验 你现在讲话就大声 然后就怎样 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SARS跟这个武汉肺炎 又是类似 但是不同的东西 你不要用以前的经验 来这样子 我想 差了十几年了 这个病毒也不一样 那现在最重要就是说 普筛好 还是居家隔离好 如果啦 我看所有的资料 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个武汉肺炎 它最高传染力 是在发病的前两三天 但是它的潜伏期或什么呢 大概就是两个多礼拜 半个月 如果以目前 现在所有的全世界的研究资料 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隔离十四天 而不是隔离十一天 而不是隔离二十一天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而且你如果 如果你是没有得病的 你在十四天隔离 你潜伏期也过了 百分之百你就是没事的 所以你可以出来 那我们现在台湾呢 还有七天的自主管理 等于你有二十一天的这个保护期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出来 这部分不管你有没有验 这个部分是不是就都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那如果像有的人会觉得说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阳性的 就像彰化的这一例 在这边会不会到社区来 当然不是说没有风险 但是呢 以目前所有的数据来看 就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这个病毒的传染力 已经降到几乎快零了 这是目前的科学的依据 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呢 一直要坚持要隔离十四天 这个就是因为有科学的依据 来做的嘛 那台湾你看哦 从这个武汉肺炎 到现在也半年多的时间了 我们台湾坚持的这一道防线 坚持的这样子做 我们台湾是不是在全世界 都是前段班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对不对 那你普筛不是说不能做 但你普筛就是刚刚 那个孟琪你讲的 伪扬性的无缘无故被抓进去关 如果他本来是没事的 伪扬性结果到医院被感染了 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 那伪阴性的呢 就到处出来走了 打扒灶了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间隔十四天之后 他的病毒的传染力还是有的 还是相对强的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制度当然是可以检讨的 一直在动 但是呢 你不管怎么样 你在家里隔离十四天 那是一个成本最低 然后呢 目前看到最有效的方法 你说彰化县政府 他这次验出来这一个 但彰化县政府有一件事情做错了 我真的还是必须说 他是在隔离期间 叫他去医院去检验 这是第五天 我跟你讲哦 这个是传染力强的时候 他叫他出来趴趴走 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人家隔离期的时候 你如果有发病 才允许你去医院 如果你没有发病的情况之下 你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的 这是一个重点 而且 你如果以彰化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隔了十四天之后 其实他传染力会相对降低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你隔离 但是你有症状的话 你就要去筛检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说一个绝对 百分之百 谁是对谁是错 不过目前台湾这样做得好的话 你我也不认为应该贸然去改 你路径全部普筛 然后可能隔了几天都说 我觉得增加了这个危险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那这个一个重点 那我其实我很纳闷 为什么有很多人要讲要普筛 要干嘛的 哎 普筛检一次多少钱知道吗 自费差不多要多少 以台湾现在来讲是7000块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的一直讲要筛 要筛 哎你是跟药厂有多好啊 这个筛如果要花这笔钱是谁赚去了 这个四季什么这个药厂会有多大的利益 我并不是说这个筛检不能做 但是你要搭配要配套 而不是说你喊普筛就普筛 而且普筛最主要的是 你在国外如果有社区感染 你去那个社区普筛 这个我这个我完全认同 这个我完全认同 但台湾的情况不是这样 台湾目前没有这样嘛 你只要这些人 入境的人你自主管理好的话 根本不怕有这种情况发生嘛 确实哦 就像委员讲 其实防疫也不是说真的绝对 但是你要试疫情状况来调整嘛 来请教余恩这边 像是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他举这个德国例子 马上就被打脸了嘛 所以他赶紧又补充啊 他说他从来没有讲过筛完就不隔离啊 余恩这边怎么看 其实可以从最近很多这个工卫专家 还有医生啊 他们对于这个检查 这个血清要找抗体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 那他们为了要找这个抗体 所以他们要去普筛 那抗体呢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去看到说 这个社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 无症状的这个感染 这个无症状的患者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全台湾共同一致的一个目标是 就是不要有社区感染 所以不要有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呢 最安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你待在家里14天 那针对那些想要支持普筛的人 他们是想要去看说台湾到底 多少人已经有抗体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两个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既然我们台湾在整个抗疫 是前段般的模范生 我们真的不必要这个冒任何的风险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普筛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些东西其实应该要回归专业 那你在好坏相比之下 其实可以看到说 既然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居家隔离 有不错的成绩 我们就应该要继续的坚持下去 那当然针对某些比较高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检测出 这个我们武汉肺炎的国家 我们可能有进行普筛 那个就真的是为了防止这个社区感染 我觉得这个利益都是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普筛这样子 到底要不要普筛的权利 我觉得还是要留给指挥中心 如果你多头马车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 真的医疗体系就会崩溃 真的这个防疫呢 切记真的不可以中央地方不同调 冠婷这边怎么看 台湾我们就是防疫的模范生 为什么还有人 叫我们去学其他国家呢 今天主持人讲的很好 其实刚才议员有提到说 14天的这一个 这个quarantine的时间点够不够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28天 56天啊 干脆半年好了 这样最安全 都飘出去 风险跟资源 你必须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天品 去平衡的 专业度 时间 劳动力都是稀有的资源 有多少的医护人员到现在 还没有拿到他应该有的津贴 其实在野党可以讨论的 其实可以从医护人员的津贴 上面去着手 而不是就普塞 不适合现在 我现在讲的是现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疫情的非常前端 当其他国家各社区 已经在蔓延的时候 台湾还是在边境阻隔的状况 在边境阻隔的状况 其实我们还有分中低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的国家去分类 也就是说卫福部所有的团队 包含这一个公共卫生 橄榄学 小儿科等等 全部的医疗专业的领域的人 都聚集在一起 去思考怎么样可以再防毒 这个病毒进来台湾 那现阶段确实是没有进来台湾的 这个迹象 所以我们才要维持这个状况 直到疫苗出现 直到甚至是特殊的解药出现 这就是我们在跟时间在竞赛 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尽量的拉长 现在如果进行普筛的话 会有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预算 经费 还有谁去执行 我们要想的就是说 谁去执行 什么时候执行 为什么要执行 执行的原因是 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现在没有在大规模的社区 干燃的时候 我们做普筛的意义又在于 哪个地方 这些事情 我想这些都是需要 包包含这个议员 或者是国会议员 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可以好好先思考完之后 再去提出他们的意见 这对他们的这个信任感也会提升 但是现阶段我看起来的话 就是在已经做好的状况之后 希望做得不好吗 因为目前看起来 台湾是480多件的 400多件的案例里面 在全世界超过这个 1000万以上的人口里面 就百万人口比例的话 是接近于20人 纽西兰 冰岛 甚至这些防御的 这些前半段的国家 甚至他们的这个排名 都在我们之后 比方说我们的风险管控 我们的风险意识 都存在的 我再还是再强调一次 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因应资源 去做出他的风险管控 如果我们的能力资源无限 我们的预算资源无限 当然可以全面普筛 但不是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 在一起党可以去思考 未来问政 可以去多花一点时间 去想的这部分 真的这个防疫的政策 真的需要这个中央地方 大家团结一起来做 好 我们先稍微收集一下 稍后广告回来要来看 这个死守九二共识的 马英九 今天又对蔡英文呛瞎了 马英九说要蔡英文 不要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来开玩笑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带着营队学员们 到当年法军在淡水的登陆点 前总统马英九 不忘耳提面命学员们 避战的重要性 前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 批评他讲出 首战及中战的言论 实在对不起台湾人民 马英九尝试回击 我的发言主要是提醒他 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因为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去求救了 所以最重要的 身为一个总统 他应该要防止战争的发生 而不是在战争发生之后 再去求救 就算是第一波的攻击 都很可能造成 森林涂炭 涂炭万民受害 身为总统千万不能够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开玩笑 苏贞昌马英九 再次隔空交锋 谁也不让谁 就连过去竞选团队发言人 资深媒体人蔡思平 建议马前总统 不必跳到第一线 适事回应 他也丝毫不留情面 因为他不了解九二共识的关系 马英九左打苏贞昌 又批蔡思平 捍卫自己总统任内的九二共识 不容任何人质疑 我们首先来请教这个苏贝议员 最近我们的马前总统 真的是频频在刷存在感 他一直喊话 说小英 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 不然就是把台湾 推向战争的边缘吗 苏贞昌今天引用了 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 来反击马英九 议员怎么看 中国对台湾 就是用九二共识 但在习近平的习无点里面 其实他已经讲了 对中国来讲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政策 就是只有一中 但马英九 跟国民党讲的九二共识 是所谓的一中个表 但马英九在见习近平的时候 他却讲不出一中个表 但他继续回到国内 继续骗大家 就只有在国内讲而已 是 没错 那他对香港 中国对香港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但一国两制在去年 其实已经被我们看到 他就是破取了 没有什么一国两制 这件事情 当我想要把你取下来之后 香港国安法 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没有得到香港人民的 同意状况底下 国安法定了 就是定了 我包含要取消你的投票 我想要取消 我就取消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为什么九二共识 在马英九的时候 可以得到 可以骗到很多人 但现在没有办法 我相信香港的状况 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切 而且血淋淋的例子 但很遗憾的就是说 马英九身为前国家元首 在香港一国两制 崩解的时候 我们有听到他 对中国有任何的批评吗 印上中好像没有 都完全没有 反倒是说 现在国民党 包含江启臣主席 在国民党 今年年初总统的 跟国会立委 败选之后 他上任主席之后 提出很多的改革 第一个就是要去检讨 所谓的九二共识 对 没错 那第一个出来反弹的是谁 就是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 当然很生气 觉得说 我提出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 居然你国民党的 这些徒子徒孙 不买我 但还想要翻盘 所以现在更小当时 想要重回国民党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 国民党红了 马英九红了 国民党就惨了 就是说九二共识 到最后带给马英九的 他的支持率就是9.2% 但我要讲的 回过头来讲说 防止战争的方法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能力 让敌人知道说 我不是好惹的 我有准备 你不要对我 欧北来 第二个方法 就是下跪 就是投降 就说你不要打我 我是你的 你要我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我是你的人 你不要打我 所以到底台湾 要怎么做 香港的做法 就是一国两制 我是你的人 这是我自己用 不同的制度 你是共产制度 我继续维持 我的法治 跟经济发展 后来 这个去年的发展 就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 我觉得 在蔡英文 主席上任之后 担任总统之后 其实这将近六年多的时间 五年多的时间以来 我们对中国 台湾 对中国 我们有挑衅吗 我要回过头来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有挑衅中国 我们有挑衅习近平吗 几乎是没有 我们一样回到 中华民国的体制底下 我们也希望 用对等和平的方式 能够跟中国做交流 但中国不愿意 他开始就是 处处的挑衅 后来 因为美中贸易战 甚至把台湾 拉进去成为对立 台湾现在必须要去思考 中国其实 他就是要跟我们家 他就是 在马英九任内的时候 他的飞弹部署 是超过过去以往的 来到最高 的状况底下 他对我们 其实就是一直要 武力的侵犯我们 另外 在国际上面 中国现在跟 美国为首的 世界的主要先进的国家 是站在对立面的 台湾在第三股 台湾在这个三角 关机底下 到底要跟美国 比较近 还是要跟中国 比较近 我觉得这在 这随着时间的 不一样 会有 有所调整 但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到底是像 马前总统讲的 要趁我去中国那里 拜托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投降投降 还是说 我们站在先进国家 民主国家的一环 对于中国 要求他 必须要适可而止 你侵犯国 你侵犯世界 然后你甚至有 偷窃世界的 这样子的行为 你必须要适可而止 我觉得这是 必须要去仔细思考的 回到刚刚 前一个议题一样 就是不再其位 不谋其政 你的九二共识 曾经在你过去 主政的八年 带来给台湾是什么 我们的武力 我们这个外交修兵 我们的国防修兵 所以导致我们在外交 处处被中国取代 对不对 然后在国防上面 我们的国防实力 跟中国的悬殊 越差越远 所以我们只能 变成小 变成小 那现在换蔡英文主政 世界的关系 世界的情境 也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当然要随之调整 不可能在 随着你国民党 随着你 马英九的想法 继续继续走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马英九 跟很多传统 蓝营的支持者来讲 当然现在台湾的意识 越来越强烈 对他们来讲 其实真的会有一点受伤 因为台湾的主体性 越来越是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国家 年轻人所主张的 台湾都是台湾 中国都是中国 那对他们来讲不是啊 我就是从中国撤退来台的啊 我就是中国的一份子啊 其实没有人说 你不是中国的一份子 但你不可以影响 我认为我是台湾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中国国民党真的头痛了 从这个马英九开始 讲这个九二共识以来 我去调了一下 这个网络的声量 这个前面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 是大约是在8月15号 这个是黑色这个是 这个韩国瑜 就是那个鹅蛋说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在李梅甄选举前一年 对 选前之夜 他的这个 这个韩国瑜的声量是最高的 但一直到8月20号左右 马英九提出这个首战集中战啊 九二共识等等的讲法之后 他的声量确实是提高的 而且逼近韩国瑜哦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国民党的朋友看到 这个马英九 跨要等于韩国瑜 如果他再重回国民党 国民党的好朋友们 你们能够接受吗 这个九二共识你看 除了马英九自己一直提 包含江启臣 包含朱立伦 大家都不敢讲话 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 对 到底国民党在想什么呢 其实马英九不断炒冷饭 一直紧抱着这个九二共识 连过去 好2008年担任这个 马英九选总统的发言人的 这个资深媒体人蔡思平 他都出来喊话了 说拜托马英九 不要再沉迷于九二共识了 好不过今天 马英九受访的时候 被问到他说 那是因为蔡思平 他不了解啦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